我们要聚焦今天晚上的万人烤肉 它实在是蛮壮观的 连续19年是由桃园市的新都新生活文化协会 举办的中秋节连欢烤肉活动 今年特别是结合了中立百货商圈 周围4里还有18处社区 所以你看在这个晚上的时候 好多好多人上万人一起参加 然后大家一边赏约一边可以烤肉 就像您看到这个画面 实在是很惬意啊 一定要烤肉啊 所以很多人聚集在了大家河滨公园这边集体 来开烤肉趴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 因为有民众呢 烤肉到一半 他使用的这卡式的瓦瑟路突然最先起火 所以现场有人来救火 我们时间交给可蒙 好几集办的夜房女王头活动呢 一连八天时间吸引非常多人来朝圣 那其实呢 在中秋节廉价第一天的时代后呢 非常多放假的游客 大家想说呢 来这边感受一下价节气氛吧 所以一下子突然之间涌进了三千六百多人 来到地质公园这里 主办方呢 其实也吓一大跳 所以呢 赶快要进行这一进一出的 人潮管制措施 好 这两天的新闻也是吵得蛮凶的 讲到艺人欧阳娜娜 不是在中国的国庆十一这天 登上央视唱歌吗 唱这首我的祖国 那么之后其实引起了一连串的效应 不仅是如此呢 曾经前去南韩发展 后来转战到中国市场的台湾籍艺人呢 赖冠林 他其实呢 也参加了中国国庆音乐会的表演 事前在预告片当中呢 还大喊说 我在中国台湾等你 可是这几个字呢 现在也是被大家给骂翻 现在呢 网友风他是 欧阳娜娜 二点零啊 中国的十一国庆这一天 其实呢 香港非常不平静 非常多的香港人 在今天选择走上街头 那各种各样的示威呢 入业之后 其实还在进行 铜锣湾还是有非常多人聚集在一起 然而港警呢 也重兵部署展开了大规模的蓝茶 期间有名众 找了新闻拉下自己的口罩 所以被警方以违反了防疫规定呢 压制在地上 大家开始生气了 而在狮子山上面呢 是有网友发起了点灯活动 但没有想到呢 港警却在山脚设置了封锁线 要求上山 必须要留下你的格子 在您看到这一幕 很多人都是蛮心疼的 在台中市和平山区呢 看到那么一只 台湾黑熊呢 受困在果园 那其实果农一大早呢 想说要去这田巿园工作的时候 就看到这一幕 当下你看这些黑熊在干嘛 他想要咬断 困在自己手上这个钢圈 好这一只呢 台湾黑熊他受困了 然后呢 原本呢 是要用来抓山猪的钢索呢 是困住了黑熊的左前肢 那由于黑熊 其实情绪是蛮激动的 甚至人类是没有办法靠近他 所以过程当中 他用嘴巴在咬自己的钢索 导致不只是嘴巴受伤 就连左前肢呢 其实也流血了 森林警察判定 这科技高菜正顺 方品文 SN小组台中报道 抢救黑熊 可不容缓呢 您看到呢 中午的时候呢 这兽医团队 其实大家集结在这边 就是为了帮助黑熊脱困 那总共五个人来到现场呢 下午的时候呢 把黑熊给麻醉 赶快展开救援 解快缠绕在他左前肢的这个钢索 最后终于是在下午的2点45分 黑熊 他脱困了 可是你看呢 其实算下来哦 从早上到现在 都已经受困了 大概超过七个小时以上 而造成了黑熊的左前肢 还有口腔 其实都有受伤 有流血 但所幸的伤势 其实都不太严重 被送到了保育中心 来照护 那第一天时间 新北市府特别举办了 这点亮天灯 向世界报平安的活动 来到平溪放天灯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领军 带着大家呢 施放着友训天灯上天空 象征新北市 在跟全世界报平安 同时也点亮了 全场的艺术装置 很漂亮 那另外呢 除了点天灯 祈福之外呢 还可以深度体验一下 精彤人文古迹 让大家了解一下 在地文化 甚至还有好多好多表演 现场很欢乐 其实不管去哪里 都会是人嘛 比方说我们来到的是 墾丁这边 墾丁这边就出现了 非常多的人潮 车潮 接近中午的时候 海边呢 你看人很多 那各饭店住房率 几乎都全满的 还有知名景点呢 离岛小琉球 也是非常多人 光是一天 就上万人 也破了端午节的记录了 水街上面那么一家呢 专门在卖土鸡肉的名店 被附近店家摊商指控呢 就说呢 廉价的时候呢 非常多民众来这边买鸡肉 可是你看队伍太长了 就把隔壁摊子的出入口 都给挡住 别人不用做生意吗 于是乎呢 店家就跟着土鸡肉店来反应 老板呢 完全不想管大家排队动线 甚至还跟单商呢 直接吵架耶 所以让他们的出面控诉说 哇 这生意真的做不下去了 好 今天晚上的今日惊爆 我们带您聚焦 日前有那么一对男女呢 到台北市中山去那边家旅馆要休息 可是您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监视器画面 怎么回事 在打人吗 时间到了 所以呢 房屋人员想说通知他们 你们应该要离开 可是电话没人接 敲门也没有人回应啊 担心里面会发生什么状况 拿钥匙把门打开 没想到这名全裸的男子冲出来 打人耶 怎么回事 我们请教一品 听门丁那么一家老字号的乐器行 您看到这一幕 在上个月9号被三名扼杀 你看他们在干嘛 他们直接在砸吉他 而且一口气砸了人家40把吉他 把这边当作是游乐园吗 还有店家家总起来损失100多万 那么警方事后 以车追人逮捕到这流性主贤 他是玩手机游戏跟乐器行的 叫店员吵架 因为吵架砸人家的店 砸人家的吉他 可是现在双方的说法 好像有点都不太聋 各说各话 所以为什么要砸吉他 还有在调查理情 三日后这名女子 在路边拦一辆小黄 可是你看 当下其实蛮奇怪的 因为驾驶要她坐的是副驾驶座 那当下的女子 她也没有想太多上车 那这时候驾驶 她开始毛手毛脚 她伸出了咸猪手 而且不断摸人家的腿 那被害女子最后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付了170块车资之后 赶快下车 原本想要记下这名司机的姓名 可是问题来了 司机的职业登记 正上面其实是一片空白 什么资料都没有 所以女子怀疑说 这名司机犯案手法很娴熟 应该不是第一次犯案了 而在台北捷运站里 出现了偷拍色狼 男子被抓到 她平平的装傻 最后人还直接落跑了 坐上去她开之后 就开始手就开始摸我的大腿外侧 下班搭计程车却被司机伸出咸猪手 被害女子回想当下心有余悸 自指过很多次 但是她的手还是就一直摸过来 她就是突然挥刀什么 就情绪不稳定 所以我也只敢拍照 上个月30号晚上7点 被害女子从天母棒球场 篮计程车要去捡运站 司机把后座车门锁上 叫她坐副驾驶座 女子不宜由她上了车 没想到司机却伸手摸她的大腿 女子大声喝止 但司机仍持续骚扰 15分钟的车程就摸了超过10次 无奈之下 女子记下车牌到京居申诉 也说会够斗地 不让这名司机再犯案 不过类似的性骚扰案件 其实常常发生 女子气氛po文 在捷运中校复兴站的手扶梯上 被人拿手机偷牌 裙下风光 质问对方 她先反驳 最后拔腿落跑 在手扶梯 我其实有点怕她推我 或是什么的 所以我也不敢去 用我的手去拦住她 性骚扰案件层出不穷 警方建议尽量在事发当下 就大声呼救 可以的话拍下影片或照片 保留证据 并到禁局提购 千万不要姑息 这下无上线长以台北 采访报导 中秋节连学家 其实在演员圈这边 也传出了不少的喜讯 比方说像是这一位 大家应该也是蛮不陌生的 饰演我的校女时代当中 笑花走红的简婷睿 在一号的Instagram上面放闪 而且她说她自己要闪婚了 那跟圈外男性的赖先生 一起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虽然两个人交往不到 一年时间就闪婚 但是男方的体贴的个性 让她决定把下半生的幸福 要交付与她 而33岁的日本女性 十元聪美 选择在同一天 也宣布要跟同年纪的 圈外男朋友步入礼堂 粉丝们觉得又惊又喜 周杰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TWICE的成员周子瑜 没有办法回到台湾 跟家人团圆 可是你看这个照片 她在干嘛 她在吃月饼 她PO出了吃月饼的照片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还有就是各大韩星 比方说像是BTS防弹少年团 今年大家蛮有默契 换上了韩服 拍中秋节特别影片 跟大家say hi 然后带您看到是在台北东西 那么一间很平价的串烧摊子 你看她的串烧很特别 她会先炸过之后再去烤 搭配上老板的独特的酱汁 所以这边常常客人都是满的 那这个老板 其实她过去是导游 薪水很优渥 可是跟同样从事旅游业的妈妈 聚少率多 再加上陆客来台人数 现在减少了 然后之前不是还发生 游览车火烧车事件吗 所以让她的灵机一动 干脆转行 尝试看看去做自己 喜欢做的串销吧 不过其实过去连糖和盐 都分不清楚的大南海 一度让妈妈也觉得蛮担心的 每天往返台北还有宜兰 就是为了拜师学艺 常常也是被竹签啊 菜刀啊 弄得满身都是伤 但是她不气馁 熬过了创业初期的 惨淡窘境 现在生意很稳定 不仅圆了自己的创业梦想 同时也多了 跟家人相处的时光 去假期要去哪里玩 热门景点看过来在奇经 目前正在举办在黑鲨玩艺节 那其实今年呢 主办单位还盖了豪华的露营区 总共75张的豪华帐篷 那其中呢 可以说真的是五星级的 游客呢 你什么都不用带 你只要人去就好了 甚至还有那么一对一的冷气 完全不用担心说在南台湾这边 天气会太热 一场假正式开跑了 其实各地都是人 而没想到廉价第一天时间 出意外了 你看到位在这山西太原的当地风景区 在一号下午突然之间传出火警员 甚至造成13个人不幸死亡 15个人受伤 现场传出来的画面呢 您看到大量浓烟冒出 那当局其实立刻是派出了 大批的消防人员到场要搜救 初步研判是电线问题引起的火灾 没想到风景区还计划 后天招恢复营业 那现在呢中国网友骂翻了 今年的金马奖入围名单 才刚刚公布 包括电影无声 同学 麦娜斯 怪胎 都入围了多项 那其中电影的消失情人节 一举入围11项成为最大赢家 里头主演的刘冠田还有大沛 也双双入围了影帝还有影后 那大沛在一号记者会的时候坦言说 直到自己入围的时候 他哭了 最后一个男主角名额念到我的名字 我就真的是空掉 除了男女主角最佳导演 再加上技术类奖项 销售的情人节一举入围 11项是最大赢家 中秋节连续假期第一天 百货公司周年庆 其实也要盛大开跑 那除了全馆八折起之外 化妆品九折起 那加满而醉 那么首播寄出了礼券的优惠 全馆的单饼买三千块 直接送你三百 化妆品区呢 单饼买两千送两百 那周年庆第一天 11点大门一开 涌进非常多的人潮 无视家化妆品品牌呢 推出八十万组以上的特惠组合 就是为了积极地抢攻市场这一块大饼 带您关心 明天天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今天晚间的加入 祝您家节愉快 我是秀莹 晚安